在贵州省星义市的万丰林 成片的油菜花已经竞相绽放送春来了 走 跟着导游小高 咱们赏花去 我现在就来到了贵州省星义市的万丰林 我们也了解到这一片花海其实是环抱着八个行政村 其中万福村打造了两百多亩的福字花田 除了好看 还要好玩 当地这两年推出了像这样的一趟小火车 可以在油菜花田间穿行 我们现在就坐上小火车 在油菜花田间跑上一圈也是不错的选择 他们在花海旁开设了一个小集市 叫做花田集市 现在正在演出的是来自渔龙村的群众们 他们表演的是八音作唱 八音作唱是不遗族传统的说唱曲艺 被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证化遗产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一个展位上展出的是当地的稻米 就是我们刚才坐着小火车逛一圈的水稻田里面产出的 并且进行了精包装 这样晚上放一包 早上您就可以喝到一杯热粥了 来 我们看这一个展位上展出的是糯米饭 因为不遗族的同胞有喜欢吃糯食的习惯 所以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把糯米做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那我们看到有黄色的绿色的紫色的 这也象征着生活的多姿多彩 那么在这里面我也祝福大家虎年能够福气多多 欢乐多多